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已经跟秦刚通过了电话 布林肯抛出推特指出 他们讨论了关于美中关系 强调双方的沟通管道将会保持畅通 并且预计在今年初会访问北京 也提到是跟秦刚会维持有成效的工作关系 而秦刚也被视为是习近平的得力助手 他过去曾经多次是言辞犀利的应对外籍记者 而在去年7月他出任驻美大使 形势是相对的比较低调 对于敏感议题态度也是比较委婉的 所以被认为他的外交手腕相对有弹性 也被视为是破格接任这个外交部长的重要原因 只不过来看到是日前美军指控 一架中共的歼11战机 在南海逼近美军的侦察机 而且差一点发生摩擦 对此呢中共是拿出另一段影片来反击 声称是美国先做出危险动作误导舆论 画面中的美国空军RC-135侦察机飞行中 突然向左后方移动靠近共军歼11战机 就段30秒的影片是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 2022年12月31号深夜公布的最新影片 大陆解放军会公布自家战机视角 是因为美军印太司令部日前指控 歼11在2022年12月21号南海上空 刻意逼近美军军机做出不安全的动作 南部战区新闻人怒呛 是美国蓄意误导舆论颠倒黑白 美中军机危险接近世界双方互呛 不过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2023年新年贺词涉及两岸部分 被解读态度相较于往年较为温和 2022年习近平新年贺词涉台部分提到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共同心愿 但2023年则用海峡两岸一家亲当开场 评论习近平新年贺词 民众党主席柯文学认为 虽然没有出现统一的强烈字眼 但除了听其言还得关其行 TVBS新闻张志本李敏珍 李品仪SNG小组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是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按照惯例发表新年贺词 不过他的这书架是更新了几张照片引发议论 因为除了罕见曝光多张 他年轻时跟妻子还有女儿的合照 而且还放上了这被请离中共二十大闭幕的 前主席胡锦涛以及已故的江泽民三人合照 我在北京向大家致以美好的新年祝福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布新年贺词时 办公室书架上展示哪些照片外界普遍认为 是他对外界传递讯息的一种方式 这次书架上第一次摆上与两任前大陆国家主席 江泽民胡锦涛的合照引发议论 这张照片没特别著名拍摄年份和场合 但港媒报道时间点应该落在十年前 习近平已经到中央工作的时候 江泽民同志离开了我们 我们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 历史长河 波兰壮阔 一代又一代人 接续奋斗 三代领导人同框罩曝光 外界解读 习近平是想要强调传承 同样第一次被放上书架掀起热议的 还有被称为大陆最神秘的第一公主 习明泽幼儿时期的照片 第一次公开的两张照片 有习近平年轻时抱着 还年幼脸胖嘟嘟的习明泽 另一张则是习近平牵着 身穿粉红洋装的女儿 当时习明泽还俏皮地抬起右腿 有别于过去 大陆领导人非常重视隐私的惯例 这次习近平书架上 第一次放上去的八张照片中 就有四张出现妻子彭丽媛和女儿习明泽 新照片含有习近平年轻时期的生活照 当时的习近平模样斯文轻瘦 姿态轻松 会罕见释出多张家人和生活照 外界揣测 在疫情和国际动荡的大环境下 习近平是想要强化宣传 大家长亲民爱家的形象 TVBS新闻张志明 李敏珍 综合报道 最关心的是此时 中国大陆他们确诊病逝是暴增的 因此现在还出现了这个殡葬黄牛 是抢拿大体火化的名额 在高价转售的坏行为 所以现在上海警方也公布了 逮捕至少20名不法分子 同时不少病患分享 染疫之后出现了眼睛冒水泡 眉毛变黑的奇怪症状 邓大的眼睛里不断冒泡 吓坏了江苏确诊女患者 她拍下影片求救发问 怎么会染疫后醒鼻涕 眼睛就狂冒泡 让她相当害怕 对此有医师解释 因为鼻泪管相通 鼻子塞住了 气体就会往上冲 只要醒鼻涕小了一点就没事 同样对确诊后 觉得出现难以理解的情况 也发生在山东青岛 少年自称确诊后 眉毛头发突然长很快 还长很多 虽然被病毒搞得全身酸痛 但对于毛发变农民感到开心 另一位确诊者出现了症状 则是把家人逗乐了 确诊高烧40度后 男子卷张脸严重肿胀 眼睛睁都睁不开 他妻子陪着看医生外 还不忘拍下这难忘的画面 大陆清零松绑一个多月 许多人都还在和病毒奋战 但上海却出现 可恶的病葬黄牛 明明没有病葬服务需求 却卡位抢拿火化名额 再加价人民币2000 约合台币9000元高价转售 就在确诊病逝人数暴增的时候 上海警方表示 病葬业出现许多黑仲介 从哄台价格到非法盈利都有 已经至少逮捕20名不法分子 而中国大陆是从12月7号开始 全国解封 至今不过三周半的时间 但是北京的确诊数已经超过八成 已经过了高峰 正在往下降 因此跨年夜使不少北京人士清潮涌出 但是在上海的疫情却还在往上爬 跨年夜的北京城气温零下7度 但这里人流如之 气氛很热 什么口罩 什么保持两公尺距离 什么PCR检测 今夜咱们都不是谈这些 别了三年 他们要尽情宣泄 迈向2023 真的蛮开心的 主要因为前段时间有lock down 然后就比较 就是有压抑一段时间 因为最近刚好解封了 然后又是跨年 所以真的非常有感触 就觉得真的要翻开一个新的篇章 然后生活又可以再回复到 那个原来的方式 对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非常激动 跨年这一天 距离解缝三个半星期 人流几乎全回来了 如今我们又重新回到了 太古里商圈 我们可以发现到 除了外省市的人 还没有进来之外 其实整个北京城的人潮 都已经恢复了 三周前这里小猫两三只 三周后拍照要排队 恍如隔世般梦幻 没有亲身经历 您很难感受这巨大的变化 现在这个冰车 然后还有各种冰箱项目 就找回那种童年的快乐 就特别单纯的那种 冬天的快乐 小孩就特别开心 北京石上海冰场的 亲子华冰很热闹 目前北京超过80%的人确诊 以人口计算约1760万人 上海还没有到高峰 目前确诊人数40% 也就是1000万人已经确诊 四川省目前63.52%确诊 海南目前50%确诊 广东深圳目前66.3%的人确诊 相当于1172万人 当城市迎来感染高峰后 大陆农村可能借由元旦和春运 达到了感染高峰 老年人群的感染将变得特别棘手 TVB的新闻 陈旭亦 陈向如 北京报道 再来是要连线给北京特派陈向如 因为根据研究预估指出 元旦到春节新冠疫情将会从 中国大陆的一线城市 蔓延到这个农村跟中小型的城镇 这是为什么呢 请问向如 是的 这项研究分析 大陆这一波的疫情主要的毒株 包括了BF.7和BA.5.2 以及近期在欧美地区出现的BQ.1和XBB 但尚未发现新的变异株 报告也指出 根据一般的规律 本身就是高危的人群 会在住院2到3周后 演变成为了重症 或者是微重症的患者 这项研究还利用了数学模型 初步预测 大陆这一波的Omicron的疫情走向 判断出今年元旦前后 有一些城市疫情开始趋于平缓 但是农村和中小城镇的感染峰值 将在1月中下旬出现 也有可能因为春运 峰值会提前到达 值得关注的是 大陆的农村和中小城镇 医疗资源相对匮乏 而且还有大量的老年人 和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 因此大陆春运期间 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流动性 将大大影响疫情未来的走向 大陆专家建议 当前急需要将更多的医疗资源 配置到了农村基层 做好有效药物和新型疫苗的 应急使用许可 并且还要做好抗新冠病毒的特异药物 以及辅助性药物 疗效确切的中药的生产储备 分配还有临床使用 同时的话 还要分类分层去治疗 以加强大陆中小城镇重症的救治能力 同时还要尽量削减疫情的峰值 来缓解医疗系统 以及医务人员的沉重压力 研究团队还要呼吁 启动了高风险人群的第四剂疫苗接种 同时要加强个人和家庭防控的知识普及 来做好健康宣传 以及风险沟通 好那另外是根据推估说到春节 可能还有两波的疫情 主要是跟这个春运返乡有关吗 再请问向如 好了 随着春节将近 按照大陆疾控中心首席专家吴尊友的预测 1月下旬到2月中旬 大陆将会出现第二波的疫情 这是由春节返乡人潮所推动 主要是在大陆五六线城市和农村地区 只有第二波吗 不 2月下旬到3月中旬 还将有第三波的疫情 这是来自于春节返回工作岗位以后 带来了疫情变化 依旧会波及到的城市和农村 大陆的春运 其实是从1月7号到2月15号 长达40天 主要是因为人口太多 因此时间会拉得比较长 否则运输量无法附和 就在春运即将启动之前 大陆的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 他就表示 目前大陆这一波的疫情 感染率已经非常高 很多大城市都超过50% 农历春节将达到80% 因此他呼吁民众要减少年中聚餐 并且要降低100人以上的聚集次数 对于疫情蔓延可以起到很大的抑制作用 大陆这一位的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 他对于春节将涌现的返乡潮很优先 他指出很多的农村还有小城市 还没有大面积的感染 如果家庭或成员还没有感染过 当地也还没有出现大疫情 随着春节人员的聚集和往来 肯定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好所以现在根据这个国际货病金组织的总裁 乔治爱娃谈到 2023年全球的经济 他认为对于中国大陆疫情是感到担忧的 因为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他指出呢 今年将会比2022更加的艰难 全球的经济成长的主要引擎 包括了是美国欧洲以及中国大陆 都出现经济放缓 而且预估中国大陆去年经济成长 可能只会达到全球平均值 甚至可能会低于平均成长 这将是他们40年来最低的表现 并且警告中国大陆在未来几个月 新冠的感染数字将会像是森林大火一样 冲击到中国的本土经济 也会拖累印太地区以及全球的经济成长 再看到的是巴西的消息是在去年10月呢 大选时当选的鲁拉 他在元旦这天宣誓就职巴西总统 而这已经是鲁拉他第三度出任巴西总统了 他现年是77岁 擦到国会呢是三度的宣誓就职 还为这刚刚过世的巴西足球的传奇比例 以及前教宗本土十六世莫埃一分钟 在广场上披上巴西国旗色的试弹 而他也宣誓要捍卫遵守宪法 跟巴西人民一起重建国家 不过前总统波索纳洛 却在卸任前就搭专机飞到美国去 没有出席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 好 再看到是巴西人迎跨年 是要跨这个七道浪来祈求好运 那另外呢是哥伦比亚 在元旦这天会烧掉象征前一年的玩偶 来迎接新年 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海滩 越夜越热闹 这群人全身湿淋淋的从水中上岸 因为按照巴西传统要跳过七次浪 同时许七个愿望才能迎来新年好运 在巴西海滩音乐会上 民众也以音乐和无人机表演 致敬年前刚去世的球王比利 和充满森巴风格的巴西跨年传统相比 南美洲的哥伦比亚 会烧掉象征去年的玩偶 迎接新年 但是也有一个优优优优独的优优独 在南美洲的东西 全都在海滩 因为人们在这些新年很严重 与很多优独的优独的优独 这就是我的帽子 至于在美国纽约 重达1300公斤的无彩纸片落下 也仿佛象征新年新祝福 降临在全世界的人头上 时报广场上有人欢呼 也有人开心定下终身大事 遇心爱的人迎向新人生 唯一分开的 大概只有CNN记者的皮鞋和鞋底 睽違三年 借出防疫限制的时报广场跨年 维安也加倍严谨 不过还是发生了惊悚事件 一位19岁男子 无故砍伤三名跨年维安警察 说信警察送医后 情况稳定 嫌犯动机正在调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看完到国内消息 是迎接拓年很多人 要去求平安万里拜拜 像是这个松山的慈祐公就指出 今年的农历年是比较早了 因此庙方是提前开放 一周预约点灯 目前为止已经有六万人预约了 广播叫号叫不停 柜台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服务 迎接新年第一天要求平安 不少人在元旦这天 就先来预约点灯安太岁 民众起大早就是怕排队 以松山慈祐公来说 往年都是元旦才开放预约点灯 但今年农历新年时间早 再加上明年润月 提前一周27号开放 截至目前登记也破六万人 新的一年安太岁求平安 一早在松山的慈慧堂 也有不少的民众前来预约点灯 另外如果你点完灯预完之后 就能来拿取这个太岁的平安卡 祈求平安 生肖月份要看仔细 慈慧堂每年都在农历八月 就开放预约安太岁 庙方也发现 今年预约比过去永跃 年底赶快做好这一块 大家平安出外平安 我们目标三万 而在台北龙山寺 今年提前除夕前一个月 开放预约点灯 不过元旦清晨六点钟 不像过去有排队预约点灯人潮 迎接兔年 民俗专家也提醒特别注意 包含鼠兔是正冲 太岁当头 鼠鸡对冲 还有鼠老鼠和马是偏冲 建议安太岁保平安 至于民众也很在乎的 今年点灯价格有没有变动 以台北几间大庙龙山寺 慈幼宫和慈慧堂来说 统统维持原价 要服务信众 也要大家安心 过好年 地北新闻 杨清波 蔡明轩张慧仙 台报道 好再看到是新的一年 餐饮市场也开始出现调整了 不少名店是习登号 像是1885汉堡店 以及知名的在地小吃 谢阿姨美食坊 还有秋秋台南市牧鱼等 现在都吃不到了 房仲指出是因为租约关系 年底会迎来收店旺季 米饭加入鸡汤熬制40分钟 灵魂竹脚芋头炖到软嫩 还有招牌菜清蒸鱼醉虾 家乡味广受喜爱 但之后可能吃不到了 店家吴玉瑾在脸书公告 要洗灯 让民众好错愕 谢阿姨美食坊已经开业35年 有常客说 阿姨今年75岁要退休了 店里的阿姨们年纪也大了 没人手因而决定关店 快一个年好多店家都不见了 另一家位在市民大道上的汉堡店 可以看到门口的大门已经拉下来了 因为日前他就宣布 只营业到去年12月31号 1885 Burger Store市民店粉专发文强调 不是因为店租到期 也不是房租涨价 是真的太累想休息 未来可能会改变营运方式回归 选在年末收店的 还有这家在南机场 开业37年的秋秋台南施木鱼 谈味盖上布条 据了解是因为老板娘已经准备要退休 而纵观市场面来讲 房仲也提到年底确实是收店忘记 一般我们在租店面的时候 不论他何时签约的 大半在之后的每年的1月1号 这个日子来切算 这样子在谈这个续约的时候 包含像租金租起 这个都会比较好计算 再加上今年基本工资调涨 人事成本得再往上加 食材原物料涨势又不见趋缓 再在因素都成为业者布局市场的重要考量 区别新闻 徐坚荣云捷台北传报导 再来看到的是科技话题 现在根据预测 2030年元宇宙概念将会为全球经济增加超过5兆美元 而今年就这概念的决定性年份 因此包括美国服饰运动大厂都相继投资 现在就连美国的零售龙头WOMA也抢劲 在元宇宙的世界里享受购物乐趣 这是美国零售业龙头WOMA推出的最新虚拟体验 取名为WOMA Land And welcome to Walmart Land We are so excited for you to explore and enjoy One of Walmart's newest digital experiences on Roblox Making the best of Walmart's aisles virtual We've launched Walmart Land with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ustomers in mind This is Walmart like you've never seen it WOMA在Roblox游戏平台发表两项虚拟体验 WOMA Land乐园以及WOMA游戏宇宙 宣告正式进军元宇宙 WOMA Land提供Roblox玩家一个沉浸式体验的游乐园 里头有虚拟商品店、摩天轮、活动钢琴走道、舞蹈挑战 虚拟更衣室、溜冰场等等 玩游戏和比赛中可以获得解锁代币和徽章 目标锁定25岁以下的Z世代族群 新冠疫情彻底改变了消费习惯 消费者转往线上消费 增加与社群媒体、应用程式以及游戏网站互动 事实上WOMA布局已久 先前就提交了7项有关元宇宙NFT 与加密货币相关的专利申请 网马告诉ABC新闻 他们正在不断探索新兴技术 如何塑造未来的购物体验 沃玛表示 现阶段不会从这些虚拟体验中获利 玩家可以获得代币和其他奖励 用于购买Roblox上的虚拟商品 未来可能会透过 向品牌收取虚拟世界上架费 或将玩家的虚拟体验 导向在现实商店访问或电商购买 包括美国街头服饰品牌Vance 以及运动大厂Nike 都相继与Roblox合作 投入元宇宙世界 虚拟世界能提供的服务 和现实世界越来越接近 元宇宙商机潜力无穷 体育BS新闻组合报道 好 再看到这是AI 人工智慧可以仿造声音 就连影像都能够以假乱真 未来可以发展出这个虚拟主播等 帮助人类进行相关的各项活动 但是法规却跟不上脚步 也引发出身为技术的造假争议 从视觉到听觉都像是汤姆克鲁斯的影片 但却是利用身为技术打造的内容 就连CNN主播也能虚拟上阵 同样是透过人工智慧的计算 美国以及以色列工程师共同合作 打造这个AI虚拟人物的创造技术 只要根据指示 在有绿幕的摄影棚里拍摄大约一个小时 就能拥有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虚拟角色 经过几次拍摄 就轮到人工智慧登场 经过运算之后 跟真人几乎一模一样的虚拟版本就此诞生 我是只存在于像素中的虚拟安娜 虚拟人物逼争的程度 就连CNN记者也感到压抑 而且不只是影像 就连声音也能虚拟 不过是简短的录音 AI就能创造出神奇的效果 你很棒的歌手吗? 我很糟糕的歌手 OK 这里是《Bohemian Rhapsody》 歌手由你 OK 妈妈 Life just begun But now I've gone and thrown it all away 妈妈 I think I know that Yeah you did 甚至连说话都能模拟 而且还能改变成任何的内容 Are you ready? Yeah My name is Daniel Stewart I live in Dubai And I like dogs See I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But I imagine a lot of people might not But the worry is isn't it That you could actually take my voice 不只是有造假的疑虑 包括版权等等问题 都还需要理清 目前透过人工智慧的模拟 几乎已经能够制造出 以假乱真的分身 技术上已经很成熟 但包括法律 还有道德上的规范 都还跟不上脚步 也因此大幅限制了 AI分身的应用 TVVN新闻综合报导 再来看到代言掌握 是东南岛军动的话 我们看到根据是 泰国视频报导说 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卡 是在明天会访问北京 要建立起沟通管道 菲国指出要直接沟通管道 是可以避免有争议的海域 发生误判跟讯息的误导 而泰国方面是说 过去中国采行 清零政策的冲击之下 泰国对大陆出口持续萎缩 去年的前11个月 减少了6.5% 不过在冠状跟加工水果方面的出口 去年11个月是有达到18亿美元 世界排名是仅次于中国 欧盟以及美国 至于在观光方面 印尼的巴厘岛旅游复苏 预计今年目标是 期望吸引到 740万人次的国际旅客到访 而既然拼观光 就不能够不注意到疫情 所以泰国现在打算 为入境的旅客 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追加剂 以上是一期之后 泰国视频报所提供 后来看到是现在新的一年 但是北韩就出现了军事活动 金正恩在元旦这天 又向日本海射飞弹 并且下令要扩大生产战术核武 因此南韩就回响 北韩若动用核武 那金氏政权就将消失 北韩国旗与彩球断带 随风飘扬 与跳舞的年轻男女一群 为夜晚的广场增添亮丽色彩 当国旗缓缓上升时 璀璨的烟火也随之绽放 北韩首都平壤 巨星青年迎新晚会 没想到在晚会结束后 北韩立刻发射飞弹 韩联社报导 北韩在当地凌晨2点50分 又朝日本海方向 发射一枚短程飞弹 最高高度约100km程度 约350km程度 落下了 在新年元旦发射飞弹 这还是北韩史上第一次 事实上从去年年底开始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就没闲着 他不只再带女儿 金珠爱 视察飞弹 随后又参加劳动党六中全会 痛批西方帝国主义 会威胁北韩 所以势必要有所行动 南韩媒体分析 金正恩这番话代表他 无意重返谈判桌 更暗示采取核武攻击的可能性 今年第一天就被飞弹威胁 事实上2023年在南韩被称为黑兔年 用命理师提醒 今年凡事要小心 想维持朝鲜半岛和平 势必得步步为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是乌克兰的战线方面 他们在跨年是没有烟火的 只有破级的炮声 俄军的攻势是没有停歇 而俄乌双方是再度的达成了换球协定 双方总计交换超过200名战俘 130名乌克兰战俘做梦都没想到 竟然能返乡跟家人团圆化年 再次呼吸自由的空气 疲惫的脸上逐渐出现 如释重负的笑容 祝福亚 祝福 2023新年前夕 乌俄双方再度达成换球协议 130名乌克兰战俘交换 82名被掳获的俄军 能回家团圆感觉真好 只是这些霍师战俘的狼狈模样 跟大后方歌舞升平 有着强烈对比 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南部军区司令部 跟一帮官兵吹着暖气举杯跨年 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也说 回首2022是俄军胜利丰收的一年 他们一定能获得最终胜利 俄军的地面部队把破级炮当成跨年烟火来释放 不给乌冬前线的乌军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乌军也发射多管火箭回净 乌冬前线机站没有假期 伤兵不断被送到野战医院 战况有多紧张可想而知 乌军誓言不让俄军夺下巴赫姆特 他们在战壕中许下新年愿望 那就是乌克兰赢得最终胜利 而此刻因为欧乌战争 欧洲是忙着拼节能 像是德国就翻新的旧大楼的外墙 装上了第二层结构 另外是俄军有地热供暖的住宅 而捷克方面是出现了智慧酒吧 可以精准地测量每一度电力消耗 入冬后零下的低温 让芬兰家庭开始大量囤积柴火 好应对电费飙涨 和随时可能断电的风险 本来因加入北越问题 导致俄罗斯关系紧张 以往三分之一 仰赖俄罗斯进口的能源 如今激进于零 而当地一座新的核电场 也放上技术问题 无法顺利启动 现在财务需求大涨下 一方公尺的价格已经从85欧元 暂涨到120欧元 现在财务需要大涨下 三四个月 没有必须有任何处理 同样为了建议剩下 德国新创从翻新旧大楼外墙 为他们穿上第二层 以木头和绝缘材料 制作而成的新衣服 建筑物占德国能源总消耗量的 百分之三十五 如今能源危机当前 有越来越多房东将节能改造 视为逼不可少 而在匈牙利则出现一座 抵热供电的住宅社区 为了四一家 就是在今年三月搬进来的新住户 他们表示 电费整整省了一大半外 家里的空间还变得更宽敞 目前社区中的九个系统 只有四座完全启用 不过预计到了明年 就能完全取代化石燃料 匈牙利当局在今年十月 宣布将增加全国第二发电的比例 目前仅占再生能源的百分之五 其他主要来自早期发电 至于端出一杯啤酒 需要用掉多少电力 也要精打细算 捷克酒吧开始使用新科技 减少能源浪费 系统会收集啤酒的流量 管线温度等等 送上云端资料库进行分析 再为酒吧量身定制节能计划 目标是为店家省下三成的电费 欧洲各国普遍就怕电费太贵 或者不够用 反观瑞典最北方 却出现大量过剩的再生能源 甚至还开放挖矿产业进驻使用 他们没有打算浪费这些东西 这些干净能源最快明年春天就会盖好一座温室菜谱 在收集数据机运转时产生的大量热能来种菜 所以他们建立一个大大大的青检 在我们资料库中 我们会有蜡蜡和青春 在西方北部的中央 是像蜡蜡蜡 战争和气候变迁加速全球绿能发展 埃及透过乐高比赛 让四到六岁的孩童学习再生能源 最终端出的成品有锋利发电厂 还有太阳灯车子 永续教育从小落实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 好 再来看到的是 欧乌战争将在下个月就届满一年了 但至今没有任何的停战迹象 因此有分析担心了 战争可能会持续 甚至会扩大范围 而且一旦波及到北约国家 将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瞄准乌克兰的飞弹 一枚接着一枚划破天空 俄罗斯趁着2022跨年前夕 发射上百枚巡异飞弹 企图用大规模空袭 逼迫乌克兰放弃尸土 针对乌克兰提出十项和平计划 包括要求撤军恢复领土完整 归还2014年并吞的克里尼亚 甚至设战争法庭等等 俄罗斯直接以飞弹回敬表明立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警告 跨年夜当晚恐怕将迎来更大规模炮弹洗礼 呼吁全国要做好准备 在乌克兰这边 他不太可能接受土地换和平 土地换和平是当初巴勒斯坦跟以色列 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得到联合国的支持 可是你想想看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也是数十年来 而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解决 对普丁来讲他没有办法接受 如果他接受他没有办法跟人民解释 俄国死了这么多人 花了这么多钱 又被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制裁 结果竟然是一无所获 那普丁的统治的基础 马上就不复存在 他很可能就要被推翻了 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 各国外交官和政府官员 速度起立鼓掌至上最大敬意 泽伦斯基在国会的年终演说中强调 乌克兰正在为守护欧洲奋战不屑 他并再度向欧盟喊话 表示加入欧盟的讨论 此刻是最佳时机 泽伦斯基走访美国华府 不仅拿到450亿美元粮草和武器 战争英雄的形象 也让他获选为时代杂志 金融时报年度人物 更让乌克兰成为经济学人 笔下的年度风云国家 然而再怎么荣耀加深 人解不开谈判僵局 这场冲突还看不到停损点 这个可能在当前的这种 核子贺阻之下 就等于是把这个战争 变成一种局限 有限战争 那就是在乌东乌南 或者是在乌克兰的境内 那可能开春之后 它会扩散到一点到 俄罗斯的这个境内 那如果能够持续 只是一个有限战争的话 那它只是持续的僵局 可是如果不能守住 这个有限战争 那它就可能一触即发 变成大规模的这种战争 甚至可能爆发 更严重的核战争 也不一定 最怕俄乌战争失控 美国前国务卿 季星级警告 双方最好趁冬天和谈 降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风险 英国经济学人旗下 市调机构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 48%的美国人 同意实质支持乌克兰 但另外有31%的人认为 不该继续金援 更有25%的民众表态 连武器都不该给 西方民意可能出现的战争疲劳 为这场打不完的战役 埋下变数 假如美国拖下去 对他没有办法产生 任何决定性的结果 甚至让他能够停战的话 我觉得这对于拜登的政府 假如想寻求连任 确实是一项威胁 而且共和党在其中选举 掌握了国会之后 也对于乌克兰战事 也有很多的意见 美国来讲 他觉得这个战争拖下去 就让俄国强大的国家 慢慢就越来越衰落 越来越衰落 美国没有死一个人 再花些钱 就可以让俄国变成 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 他觉得何乐而不为 所以真正的力量 是欧洲的这些国家 俄乌战争即将戒满一年 专家研判 进入2023年 冲突没这么快收尾 最怕擦枪走火 波及其他北约成员国 导致冲突升级 为全球政治局势 埋下卫爆弹 TV别新闻 罗世彭 戴源丽台北报道 再来看到是纵观去年的战争 疫情跟严峻通膨 让科技业承受巨大的压力 因此风光不赞 而根据预测 今年还会持续的走下坡 一起来看盘点产业趋势 吊挂巨幅自排 鞭炮声响彻云霄 在2022年的最后倒数三天 台积电在台南科技园区 举办三奈米量产及扩厂典礼 不同以往罕见的大动作 这场活动是台积电为二 在台湾邀请媒体公开举行庆典 董事长刘德英加码预告 二奈米计划落脚新竹与中科 护国神山版图持续扩大 明年第二季 我先事先announce 台积电研发中心 也将在新竹科学园区正式开幕 我们目前正在准备的 两奈米晶圆厂 会落脚在新竹与台中的科学园区 破除去台化流言 刘德英更直言 未来十年将是半导体产业 在整体电子产业价值链中 快速成长的时代 台湾势必在世界经济发展中 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 只不过放眼科技产业 2023年势必都将面临不小的考验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一直到明年的上半 大概都会是要面临半导体 去库存的一个情况 所以整体很多半导体产业 他们觉得景气不那么看好 但是顶多这个情况 只是一个波动 大概会维持到两到三季 但其实长期来看 电动车题材应该还是会是一个 主要的未来的长远发展趋势 所以与电动车相关的 比如说大容量电池 晶片 或者是这种电子零组件相关的 应该长期而言还是看好的 不同于2021科技业的风光年 2022年面对剧烈通膨压力 及需求供应的萎缩 好景在下半年戛然而止 除了奋力适应新局势 也有不少企业以裁员来削减成本 面对2023新的一年 谁又会是市场赢家 因为种种的因素 大家都看到明年的 整个全球的经济是期环的 其实在库存量来讲 汽车的零组件 它这个部分是相对正常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整个极端气候的影响 所以未来大家对这个近年碳排 这个议题大家也非常的重视 还有利能 除能 这个相关的这个整个产业链 必然也会受到相当的一个影响 也一定也能带动了 台湾在这一块的供应链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销量 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在整个经济情况 可以有一个支撑的一个点 除了企业地理位置 高度仰赖欧美市场的企业 受创几率高 企业的规模影响抗压的承受力 也有绝对的影响 所属的产业性质更是关键 以全球趋势来说 AI产业的应用 元宇宙的商机 还有5G环境的扩张 以及自动化软硬体的整合 都占有优势 而牵涉到绿能相关的 韧性又更强 尤其看看台湾大型 甚至中小型企业 皆需开始关注并投入行动 根据自测会发布的2023年趋势 也强调近零转型 永续ESG 与落实数位进化的重要性 将在2023年更为提升 在中国大陆这边 我们近期看到 他已经开始有一些开放的措施 所以短期内也会碰到一个非常大的波动 他们打算让所有的人全部都染疫一变 但是从明年大概下半年开始 整个疫情开始趋缓了之后 如果没有再出现新的变种病毒的话 整个中国大陆市场应该会慢慢的回温 这对台湾厂商来讲应该是一件好事 两岸三地包括两岸还有东南亚区域 之间的产业链可以重新的链接 然后重新的强化 这些不管是战争疫情都还算在延续当中 所以对于精英的来讲 也会有不确定性 但是对于领先的公司来讲 当然受到的影响就要少一点 面对通膨 公施 人力 等重重考验 究竟谁会被击倒溃败 谁又能从中浴火重生 随着翻开2023年崭新一夜 科技业的生死战也随之展开 记得新闻中的荣誠文岳台北采访报道 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拜登正跟家人度假 而他的新年新愿望 很可能是再度参选2024 他被问到是笑而不达的 但若成功连任将以82岁高龄刷新记录 转危险